大家好 欢迎收看瑞说瑞话 我是周瑞 吴亦凡涉嫌强奸罪被批捕的消息登上热搜 相较于违法适得的个案 饭圈利益链对整体生态的扭曲更需警惕 近期有两个群体让人看得瞠目结舌 一个群体是翻车不断的明星 郑爽 张哲瀚 霍尊 吴亦凡 另一个则是无原则的粉丝 为了洗白自家爱豆 他们好像完全不在乎什么法律法规民族情感 劣质的偶像 疯狂的粉丝 事实上构成了饭圈理念的两个端点 在艺人的异端 靠的是流量为王 没有演技 制造CP 热度不够 热搜来凑 有人质疑 控贫出击 当德 财都不再是成功必要条件 艺人固然容易骄横 但更容易成为被控制的工具人 在粉丝的异端 靠的是精神控制 没有课金 你不配追星 护黑引战 那是多多益善 刷榜打头 更是于取于求 传销话术 精神控制 让一些粉丝在价值观扭曲中丧失自我 而粉丝和艺人的中间 则盘踞着投资方 艺人工作室 还有一些粉头 只要能对艺人流量控制 对粉丝精神控制 利益就能从两端不断向他们汇聚 他们如同吸血鬼一般 靠粉丝和艺人赚的盆满钵满 留下的只有一地鸡毛 所以未来如果不斩断饭圈 扭曲的利益链 还会有更多的 吴亦凡 张哲瀚